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去Target乱买的acrylic paint 你看我买了一个黑色的 还买了一个看似好像是黄色 但实质上它是wedding gold 两个都非常便宜才一块钱一贯一块钱 然后我就想说我从来没有自己在家乱涂过这些东西 但你看别人在网络上弄好像很有趣 所以就买来试试看 然后这个刷具是在IKEA买的也很便宜 然后当然首先你必须要找一个东西让你可以来装饰 你一定要先试试看在一个你不太在意它是没丑的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来装饰这个flower pot 这个塑胶的东西还蛮丑的 然后装饰过后呢我发现这个呢它真的是gold 我先拿这个来试 我首先是拿这个paint 你看你看它还蛮亮 但是就是会有点闪光 但它其实coverage不是很好 你可以看到中间 这就是还是会透出原来的黑色的 所以你大概要涂个蛮多层 这个我就已经涂了三层 这个是差不多两层 然后我又试试看这个stripe的 你看我在这边涂了胶带 贴了胶带 然后在中间再贴一个胶带 然后这样贴胶带 贴完胶带以后呢你就可以开始涂 涂完以后你就可以把胶带撕开来 就会像stripe的感觉 现在可以撕给你们看 但撕的时候要小心 你不要把那个paint都撕下 你看这个就有点come off 当然还有跟这个东西是什么材质有关 就是你看它是塑胶的 所以就那个paint 比较不容易服贴上去 把这个胶带撕掉 你看这个line就是很sharp 然后你可以把这边的撕掉 好了 撕完以后 就是还蛮酷的一个花盆 所以我觉得用这样子感觉 好像比用一点点的好看 但是 overall 我必须说还 不是太令人满意 但是这个亮度是还蛮漂亮的 来装饰花盆 所以我大概给它 三颗半星 out of 五颗星 它才一块钱 四颗星好了 四颗星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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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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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